娱乐圈 暧昧关系多 罗志祥再传绯闻 一向工作拼命的小猪罗志祥 春节期间依然不松懈 开工出席代言活动 与粉丝同乐 去年罗志祥收入是全台艺人之冠 爱车如车的他 近来豪杂千万购买 粉红色蓝薄金尼跑车 被网友口红太娘 不过小猪却一点也不在意 只是这豪华跑车如此高调 难道小猪就不怕约会时 容易被盯上吗 我还蛮喜欢粉红色的东西 所以不见得粉红色是女生的专利 那男生其实你只要心态啊什么 你感觉到那个粉红色对你来说 是一个你很喜欢的颜色 我觉得那个都是可以的 如果约会的话 不会开那台车 因为那台车其实重要的就是 我只是想要开车 然后兜兜风啊 或者是自己享受一下 辛苦这么多年的一个感觉 虽然小心谨慎 但不过小猪仍然绯闻不断 渐月又被爆出有心欢 女方是由小Angela Lady之称的 网络红人周扬青 而面对这样的传闻 小猪也是相当无奈呀 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的乌龙 然后我也不想去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不想去回应来 你不想去回应来 你不想去回应来